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楼下一栋栋带有南洋风味的建筑 为水头的这段历史做见证 在第40公顷的水头村是金门洋楼最多的聚落 这些荒废的楼房多半是建于民国5年到20年之间 当时由于金门的土地资源贫瘠 许多金门的子弟纷纷远赴南洋做生意 赚大钱依己荣归之后就在故乡盖了这些洋房 那来讲他们在有钱有事业 回来盖这房子的目的倒不是一定要住 纯粹是只是为了让村人们知道说 他们在外面的奋斗有所成就 这一带的居民全部都姓黄 大户人家碰到战乱一走了之 留下了豪宅任其荒废 而当时岛上最高的建筑 就是这栋高达13米42 带有回教风味的得月楼 它主要它是一个黄意性的建筑 我们看到了黑黑的地方 那是一个枪口的地方 枪口位置 当主人遇到有大陆的强干 这些盗匪他们要来侵夺它的话呢 他们可以被请这些枪手来打击这些匪干 走进这栋水头最大的洋房之内 残破了景象 歪歪斜斜的木头 满地的杂物 在这都显示在经马撤军之后 这里已经没有人闻闻了 一盘一盘 还有一个炉灶 都是做阿兵哥生意 卖水 给阿兵哥来洗澡 在往里面走 漆黑的大厅南远大户人家 曾经有过的风光 屋里的建材 有的来自大陆 有的来自南洋 而屋外的建筑装饰 更是充满将士的聪明才智 屋顶的墙面出现 南洋的水果 榴莲的图案 代表的是多子多孙 而这个双龙抢猪 则是帝王的象征 代表福气和谐 至于这个窗户上头的图案 更有回教的色彩 上面的桃子代表长寿 而螃蟹则是因为有壳 所以象征极地登科 其他像是蝴蝶蝙蝠 代表福气 中西合并 巧妙各有变化 大部分人家建筑之讲 就令人叹为观止 事实上当时的金门人 不仅往南洋跑 也往北边的日本发展 金门人移居日本依尽荣归的 要以王国珍 王靖祥父子为代表 他们在山后盖了 这十八栋奇盘式的 闽南风建筑 分配给王室的主人居住 从此也成为 金门王姓的开机主系 时间回到一百年后的今天 看看退去战地政务后的金门 现在却是古厕逐渐破败的无奈 是现代楼房和古厕交错的分杂 是在经济压力之下 一动一动消失的百年古厕 一百年前的金门人 因为自然资源贫瘠 远赴南洋发展 这一百年之间 又因为战乱离乡背井 而一百年后的今天 金门人又要往哪里去呢 大大的红眼睛 灰白色的身体 受伤痊愈之后 金门回忆的猛禽类流鸟 黑赤源今天要重返大自然 海角的金门一派悠闲 安然自在的环境 是许多后鸟的最爱 这一群在金门酒厂外头海滩上 产吃九招的鸭群 是金门冬天的奇景 它们随着水流上下摆动 或低头或昂首或展翅飞翔 宜然自得 只为了秘食九场游出的九招 人的世界有政治 有小三通有大三通 其实在金门这个 一万多公顷的小岛上 鸟的世界早就无所不通了 在这个渡东的鹿池 它白天的时候 它可能就飞到这个小金门 还有厦门沿海 沿海的这个海岸线 在附近在秘食 然后傍晚的时候 它就到这个 我们现在在前面的这个池湖 在这边过夜 美丽的卢池 就这样游走在两岸之间 夏天的时候望北飞 冬天的时候回金门过冬 白天到厦门逆时 傍晚再回金门过夜 两岸的鸟类世界 就这样子相安无事 度过了春夏秋冬 金门因为位居中国大陆 无形岛屿的中间位置 来来北往的鸟类 都会以这里为休息站 这时的金门岛上有基础的鸟类 已经超过了280种 林目前在画面上所看到的 就是被誉为金门鸟的夏后鸟 力猴峰虎 顾名思义 这种鸟因为有力红色的猴布 高明的猎捕技术而得名 它每年冬天都会到南洋去渡冬 夏天的时候再回金门 而这一个个留在土堆里的洞穴 就是力猴峰虎的杰作 挖了洞以后就在春天夏天的时候 来这边挖洞 挖了洞以后在里面生蛋 然后繁衍它的下一代 力猴峰虎就比这些 移民到南洋的金门人更金门 为什么 因为它每年都回到金门来 繁衍它的下一代 事实上不仅仅是候鸟 喜欢停住在金门这个小岛上 就连境外移入的鸟类 最后也会选择落居金门 像喜欢在干燥的灌木草丛中 独来独往的环景制 原本就是从台湾引进来的 移居金门之后 它们反倒长得肥肥壮壮 从此快快乐乐的在金门 繁衍自己的下一代 因为有树林 有湿地 有岩岸 有沙岸 有冠虫 有农田 再加上金门百姓 直伏的天性 不会去干扰这些大自然的宝贝 于是从各地飞来 金门的两百八十多种鸟类 就在这里建构一片 属于自己的天空 让金门的上空一年四季 缤纷亮丽 生意盎然 它们没有强烈的地域观念 没有明显的族群意识 它们只知道天空是大家的 而两岸也都是它们的家